独连幽草渐边生 尚有黄梨深树名 春潮待遇晚来即 夜渡无人周自衡 这首山水名篇《楚州西建》 历来为文人默克所推崇 然而你绝对想不到 写出这样优美文词的诗人 早年却是一位斗鸡走狗 嗜酒成性窝藏罪犯 甚至调戏民女的顽固子弟 更加难以置信的是多年后 他竟然君子抱变 成了一名清廉的朝廷命官 而且还以才华闻名于世 真正诠释了什么叫浪子回头金不换 他就是被称为圣唐最后一位诗人的唯应物 唯应物出身于关中望族 所谓长南唯士去天无耻 就是形容在长安城唯士家族 亲近皇权的社会地位 他的曾祖父关之宰相 属于长安城中的世家大族 而唯应物就是红楼梦中的贾宝玉 是含着金汤池出生的贵族子弟 十五岁的时候 唯应物凭借祖先的功勋入室为官 做了唐玄宗的贴身侍卫 所谓贴身侍卫不过是个玩伴而已 就是陪唐玄宗李隆基斗斗乐子罢了 当时的大唐正值繁华盛世 唐玄宗早已经放弃了历经图治 而是过起了声色全马的生活 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 皇帝尚其如此 全国各地的大小官吏都群其效仿 他们贪图安逸巧取豪夺 将纵情享乐的社会风气 就推到了事无前例的高峰 少年时期的唯应物就被这样的社会风气熏染着 当时以他为首的一帮顽固子弟 白天斗鸡走狗 嗜酒成性 晚上则横行屡里 调戏民女 由于少不惊世 唯应物更是有恃无恐 甚至将杀人犯 也藏匿在家中 这个时期的唯应物家族正盛 他纵情享乐 肆意妄为 浑然不知风雨欲来 山河江青 就在唯应物以为天天都是好日子的时候 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 无情地击碎了这个狂妄少年的美梦 公元755年农历12月 羽羊皮股动地来 惊破霓裳羽衣曲 安逝之乱爆发了 这一年是大唐游胜转衰的分界 此后的大唐再也没有九天昌和开宫殿 万国衣冠败免流的盛世气象了 而唯应物这一年刚满18岁 乱世之中曾经去天无耻的唯士一族 失去了皇权的庇护 成了叛军瞄准的活靶子 唯应物本人也从一个顽固子弟 瞬间成了任人欺凌的对象 真可谓是风水轮流转 这个曾经欺凌别人的锦绣少年 可曾想到他也有被欺凌的一天 然而经此巨变 唯应物并没有就此沉沦 这一连串的巨变 反而把唯应物给惊醒了 把他从大唐的绚烂迷梦中彻底惊醒了 他猛然间发现真正能保护自己的不是皇帝 也不会是任何人 只能是自己 乱世之中 他还遇上了自己的一生所爱 妻子袁平 袁平也是望族出身 他遇到唯应物时 唯应物刚刚二十岁 这落魄的公子遇到了巧家人 两个人是一见倾心 随后便递结良缘 然而曾经的顽固少年 唯应物面对着新婚的小家 竟然显得有点手足无措 一方面是唯世家族 在乱世之中已然失事 一方面是身为顽固的唯应物 骤然面临家族的巨变 他不知道该如何扛起家庭的大梁 就在唯应物迷茫痛苦的时候 妻子袁平用他的温柔贤惠和灵巧的心思 为他排解烦忧 使唯应物没有沉沦在乱世之中 而是深深为之前的浪荡生涯感到羞愧 并开始了发愤向上的苦学生涯 此后 他一改往日的顽固作风 发愤读书 而善解人意的袁平 则全力操持家中事物 尽量避免琐碎的杂事打扰唯应物 随后多年的苦读 让唯应物学识日涨 尤其是他的诗词倾心别致 意境优美 很快 他就从当初那个顽劣少年脱胎换骨 成了长安城中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 公元763年历经七年的安史之乱终于平息 此时的唯应物早已与当年那个荒诞不惊的 顽固子弟判若两人了 他凭借着一身才华被朝廷授予了官职 做了洛阳的县城 虽然官职不高 但唯应物勤政爱民 时常已能为百姓做事而感到欣慰 在他与爱妻原平相携的这些年里 他们熬过了安史之乱 也熬过了唯应物官场生涯中遭遇的种种坎坷 就在唯应物以为他们夫妻二人历经种种风雨 终会白头盗老时 却未曾想 月有殷勤缘缺 人又悲欢离合 此时古难全 公元776年 原平因病去世 唯应物痛失爱妻悲痛欲绝 他亲手为妻子撰写木志字字含血 他说 魅然其安 忽焉祸至 方将携手已携老 不知中路之云绝 意思是 我以为我们就这样携手终老 但我未曾料到 竟然行之半途 就与你诀别 木之中有句话读来格外心酸说 每忘婚入门 寒息无主 守则依逆 上时平生 相连粉囊 有之故处 就是说 家里的寒息 衣服 相连 所有的东西呢 都好似还在原来的地方 可是你却不在了 正所谓 物是人非 事事休 欲雨 泪先流啊 他在《商事仪式》中写道 念我事中人 事去亦不回 结发二十载 冰净如事来 梦想忽如堵 惊其复徘徊 此心良无矣 绕屋生薅来 可以说 维鹰雾的惊其复徘徊 是真的背到骨子里了 明代归有光层说 挺有枇杷树 无其次之年 所守之也 今已亭亭如盖矣 这与维鹰雾 绕屋生薅来 何其相似 夫其情深 也莫过如此 此后的维鹰雾 终身未娶 他将对妻子的爱 都转移到一双女儿的身上 尤其对于大女儿 维鹰雾更是疼爱有加 后来在大女儿出嫁时 维鹰雾依依不舍写下了 传颂千古的 送杨侍女一诗 诗中的杨侍女 就是他的女儿 因为嫁入杨家 所以也有了新的姓氏 他在诗中说 别离在今晨 进而当何秋 维鹰雾看着女儿 就将成为别人家的孩子 眼泪是刷刷地往下流 诗中说 又为掌所欲 两别气不休啊 当女儿走出家门 他看到空荡荡的屋子 维鹰雾又忍不住哭了 尤其是看见自己的小女儿 居闲十字浅 灵感呼难收 归来是幼女 灵类 圆英流 两人抱头痛哭 对于小女儿来说 这个出嫁的姐姐更像是母亲 对于维鹰雾来说 一旦小女儿长大也要出嫁 那么这世界就剩他一个人了 诺大的世界 如果没有亲人 我们的家又在哪里呢 公元七百九十一年 维鹰雾在苏州去世 他曾在爱妻原屏去世的那年 在牧制名中约定 百世之后 同归其屑 后人遵其遗愿 六年后 将维鹰雾与他的爱妻原屏合葬 愿得一人心 百首不分离 维鹰雾做到的 他少年顽固 青年历经战乱 终年痛失爱妻 然后就是漂泊一生 但这重要了 他的诗 一样是清新的 是自然的 是美的 他把心酸与苦痛引去 在世人的心中 留下一个荒废已久的渡口 一夜悠闲自得的天舟 一个春雨消淑的夜晚 春潮待遇万来几 夜渡无人 周自航